一起来看一下 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我觉得哪个好样 怎么样 我也觉得饿 那我们就 本期话题 如果另一半讨厌你的好朋友 你会疏远这位好朋友吗 我就不会找一个 疏远我好朋友的女生 我觉得这个问题 应该都会选择不会 如果说有一个女朋友的话 不讨厌我的好朋友 但有一个就是有第二个 有第二个就是有第三个 那我所有的朋友 都会被你讨厌的吗 可能换的 我是不是就没朋友了 你们都会想换女朋友 而不是换哥们是吗 都可以这样子 实在我是一个做咖啡的嘛 然后在我们做咖啡的话 咖啡和更多的饮品 结合很多 我要像一个调和机一样 把他们两个调和在一起 让他们一起陪我 度过我的余生 我觉得爱情跟友情 是一定要结合在一起的 不然你这段感情不会顺利 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在 同一个圈子嘛 那与其说她讨厌你朋友 不如你可以说 想办法让她去喜欢你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这是 互相尊重的东西 我的女朋友 肯定是跟我三观比较契合的 如果她讨厌我的朋友 我还是比较重色亲友的 对 所以拜拜 朋友拜拜 千万不要被 祝福的女朋友讨厌啊 各位 对 欣然 其实我觉得 如果我的女朋友 会讨厌我的朋友的话 她大概率以后也会讨厌我 因为我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会接触到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就会告诉你 你以后想讨厌我吗 哎呀 真的是亘古的难题 友情和爱情怎么选 这样我只能祝福大家 在新的2021年 就好像我们的 果本书与果一样 可以赶走一切问题机 赶走所有的问题 谢谢大家